高雄市2月21日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市长陈其迈在防疫记者会时表示 该例为居家隔离中发病 因此并无社区传播风险 我们高雄今天有一个确诊个案 那它是属于已经在居家隔离中发病 所以没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也请大家放心 那另外我们持续的在几个地方 包括在18到20某科技公司的这个裁检 1722零这个确诊个案 那同样的在凤山 昨天将近1万 那在这个到今天最新的统计是 10406也是没有确诊个案 此外陈其迈重申居家隔离同父家属 加强自主健康管理规定 除了禁止与同父居家隔离者接触 居家佩戴口罩 不得搭乘大众交通运出工具 配合快筛等规定 我们高雄市现在也有部分的民众是采取 这个一人一户的这个居家隔离 当然有少数 因为同住家人有一些小朋友 那在做居家隔离的时候 需要这个长辈照顾等等 但是居家隔离基本上是禁止跟同父的这个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是禁止跟同父居家隔离者接触 那相关的这个规定 其实在昨天已经跟大家做过说明 所以也真的要谢谢所有居家隔离的民众 卫生局表示 自主健康管理民众因每日测量体温 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不得返校 外出时全程佩戴医疗用口罩 如有上呼吸道 嗅味觉异常 呼泻等症状 请拨打卫生局防疫专线 并依指示前往指定医疗院所就医